哥,他们家是开公司的,有一些背景,我们惹不起 区区无名小卒,还入不了我的眼 放心吧老妹,今天我要让他跪下来向你认错 口气倒不小,你一个冲送外卖的有什么资本在本小姐面前好横 信不信我哥一根手指头就能让你连送外卖都送不成 小子,我劝你还是骑着你的小店驴赶紧滚吧 别再地丢人现眼了,我们传媒学院可不是你们家的贫民窟 谁说我是骑小店驴来的,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本小爷开的什么车 咒,蓝博基尼毒药,这辆车是侯天心他哥的 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超跑 哇,这超跑好霸气啊,是不是很贵的 我认识,这车是蓝博基尼毒药,大红色定制版,可是要尖一个亿呢 我天,那这样一笔,都可以买五百辆冯莉莉他哥哥这样的车了 原来侯天心的哥哥是个妥妥的高富帅啊 怎么样,我这车还凑合吗,比你那辆所谓二百万的豪车要好一些吧 哥,你太牛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别管老哥是怎么做到的,现在轮到你装十三了,你可以狠狠地打缝莉莉的脸了 嗯,原本我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但现在我不装了,我贪拍了,我家超有钱,有钱得让你难以想象 我哥送外卖那,完全是为了体验生活 而你这个由头粉面的哥哥,开个破宝马就到处要五阳威的 养百万的玩具车算个什么东西,他也给我哥踢鞋都不配 哎呀,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对人也对得如此得心应手啊 哈哈,你们看冯莉莉的脸都黑了 冯莉莉,你平时不是牙尖嘴利,见谁对谁嘛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装哑巴了 你们,哥,你快说句话呀,我们都丢死人了 尼玛,太气人了,你开个超好算什么本事 我还有一艘游艇呢,今天他们班上女生的聚会就是去我的游艇玩耍 哥,我觉得他是吹牛的,不然以冯莉莉的性格 他哥,有一艘游艇,还不早就吹上天了 没事,就算他真有游艇我也不怕 小爷我刚从系统那得来一家游艇公司,最不缺的就是游艇了 今天你们必须要跪在我面前,别我妹妹认错 侯天心,原本我也想低调的 可既然你哥不知道从哪租一辆超跑出来装十三 还一直笑话我们,那我也只好摊牌了 我哥开二百万的宝马纯粹是低调 他平时玩的都是上亿的游艇 随便加一次游都要十多万,比你哥那超跑牛批多了 哇,原来莉莉家还有游艇啊,这么厉害的 侯天心你学着点吧,你在莉莉和他哥哥面前,那根本不值一提 侯天宇,有胆量你就让我的游艇走一走 让老子狠狠打你的脸 行啊,我倒想见识见识你的破船有多期盼 老妹,我们走 看到没,这就是我的游艇,飞轮号,造价1.3个亿 分分钟碾压你的跑车 卧槽,1.3个亿 太夸张了,1.3个亿 那能买下这么一艘游艇的家庭,到底该多么的有钱 侯天心,你要是有本事就让你哥也买一封拿去送外卖啊 开超跑去送,多掉价啊 咦,这不是四海游龙集团的首字母缩写吗 也就是说,这艘游艇是属于四海游龙旗下的了 既然我是大股东,所以,这艘游艇实际上也属于我的资产了 逢男人这二货,居然用我的游艇摆在我面前装13 有意思啊,有意思啊 侯天宇,你笑什么笑,你有这么高级的游艇吗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坦白,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这艘飞轮号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吗,难道侯天宇知道我的游艇是租来的,不会吧 行,既然你不坦白,那就别怪我打你脸了 侯总,请问有何吩咐 通知四海游龙的总经理,十分钟内赶到码头 好的侯总 去,你以为随便找个拖打个电话糊弄一下我们就能相信了 四海游龙那么大的集团,那总经理岂是你能呼来喝去的 有没有忽悠你们,十分钟后,自会见分晓 侯总,抱歉,让您久等了 卧槽,后面那个跟班不是今天租游艇给我的那位经理吗 难道这个人真的是四海游龙的总经理 冯男人,现在你当着我员工的面再大声说一次 这座飞轮号到底是谁的 我,我 哥,你倒是说呀 我能怎么说,今天租游艇给我的那个经理就在我面前呢 证据却凿,我还能怎么说 原来这游艇是你们租的啊 你们兄妹俩为了好面子 这样欺骗我们这些同学有意思吗 真是太过分了 没钱就没钱嘛,还装什么大款 大家好,我是四海游龙集团的总经理王伟大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 侯天宇先生是我们集团的大股东 不单单是这艘游艇,就连整个游艇公司都是他的 什么,游艇公司,上百亿市值啊,也太牛皮了吧 原来天心家那么有钱,一个亿的跑车在他眼里连零头都不算吧 这才是真正的白富美啊 冯丽丽那个驱荣嚣张的女人,拿别人的游艇跑到别人面前装十汉 这次真是丢人丢到祖宗八代了 我说冯男人你也真是没志气 要装也不足一辆好点的游艇来装 跟你说白了吧 这艘游艇是我公司旗下档次最低的一艘了 王总,把公司最豪华的十艘游艇开来 让我妹妹和同学们慢慢挑 今天他们的一切费用我全包 好的,侯总 我的天啊,这也太壮观了 天心的哥哥简直是神豪般存在啊 卧槽,这送外卖的也太强了吧 这已经不是用侯恨来形容了 简直是吊炸天啊 现在也是时候秋后算账了吧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冯莉莉这件女人三番四次的欺负我妹妹 给她造成了那么大的心理创伤 我这当哥哥的能这么算了吗 王总,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冯男人的公司和谁有业务来往 侯总,冯男人的公司就是给我们四海游龙集团供货的 需要全部终止合作吗 聪明 不要啊,我会彻底破产的 侯总,侯总大爷 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吗 我们破产了,可是要吃土的啊 你们兄妹刚刚不是笑话 我是一个臭送外卖的嘛 现在跪下来求我会不会打脸来的太快啊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们再也不敢嚣张了 范莉莉,以后还敢再欺负我妹妹吗 不敢了,不敢了 天星啊,以前欺负你是我不对 我保证以后在学校你就是我的大姐大 你说意我绝不敢说啊 只求您放过我哥哥 怎么样天星 哥,反正该出的气也出了 这次就先放过他们吧 好,我妹妹人美心善 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记住你说过的话,滚吧 谢谢 谢谢侯总大爷